对于今年国际旅客来台人次 原先目标是千万国际旅客 但有业者认为 今年因为地震 台风等因素 导致来台的国际旅客人次不如预期 观光署也在今年10月中 加码寄出加速扩大 吸引国际观光客奖励补助措施 虽然旅行业者乐见补助政策 但时间太过仓促 目前来台观光的国际旅客数 已超过600万人次 对此交通部长陈世凯 下收目标到750万人次 到年底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还有150万人次 观光署有信心会把握 剩下两个月的时间 抓紧时间行销宣传 在28号发表 全新台湾观光品牌 国际宣传影片 气氛吸引更多的国际旅客 来台观光